我們今天看到模特兒的妝容非常藝術 你會看到有一個很glittery的眼部 其實唇部也很特別 我們會看到它的外圍唇邊位置有一個很鮮的黃色 而唇深是一個橙紅色 繼而最後也加了唇膏妝 令到立體感更加豐富 但給一個普通女士 如果想穿一些比較漸變效果的唇部 其實也很容易 不過選擇顏色方面 盡量希望大家可以選擇一些暖色的 什麼叫暖色呢 即是戴啡、戴橙、戴紅 都算是暖色的 為什麼我們不會選一些比較酷色呢 因為譬如戴藍戴紫 如果想做漸變效果 他們不小心在一起 說話說得多就會變得很暗 就會沒那麼精神 為什麼我們會用一個二彈的唇色呢 其實如果由唇邊到唇深 顏色是有漸變效果的話 唇部也會豐厚一點、性感一點 而且是看起來非常立體的 所以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的 藍戴藍戴紫色就用外圍 是淺色的黃色 慢慢漸變到一個深一點的紅色 如果我們想穿得更穿的 通常都會是外面深一點 唇深方面會是淺或者比較鮮的效果 就會令到唇部更加豐厚更加性感 所以我們會選擇一個唇筆 去用一些比較深一點的 譬如這個啡紅 甚至乎一些深紅的顏色 去做唇邊的位置 用唇筆輕輕地把唇邊到唇深填了色 繼而我們會找一個比較立體的 可能有一個霜霜的唇膏 或者是淺啡色 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深一點的 淺一點的紅色 去配合紅色的效果 我們也會用了唇筆之後再用一個唇掃 輕輕按壓在上面 持久度會更加高 而且效果會更加立體